如果你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怎么不进去啊 那里面是你弄的 怎么样 漂亮吧 不是 是不是我最近太忙了呀 忘记今天是什么今天日了 你先放手 你要干嘛 你先放手 我不放手 你是不是要求婚 看破不说破 这已经是我的第三次求婚了 我希望可以源源满满的结束 我现在刚从打击里走出来 你不会这么残忍 再打击我一次吧 是啊 这已经是第三次求婚了 那我是不是要装作 不知情的样子 这些花好好看啊 是你买的吗 你为什么要买花 薛姿 你等我一下 我 真是出事不利啊 喂 薛总 明天你是云马 代表思诺去办一下上决的股份移交 股份移交 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被卫青耍了 卫青和胃压设的苦肉计 你因外合合并了上决 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是他派到我身边的卧底呢 不是 我 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看来他也没那么信任你啊 好呀 我知道了薛总 上决的事我会处理的 那先这样吧 小宁 小宁 怎么了 怎么叫你都没有反应啊 打游戏呢 没听见 不是 待会儿再玩吧 我们聊聊 聊什么 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彻底的忘记过去的宁飞 记住现在的你的办法 你想不想聊 什么办法 打完了没有啊 我的情绪都快酝酿没了 好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讲 有啊 我从进门开始就一直找不到机会说 不是求婚 是别的 我劝你 还是吃过晚饭再跟他说吧 不然你这顿饭恐怕吃不消停 你的意思是 他会很生气啊 你听我解释 我本来是想求完婚再跟你说的 求完婚再告诉我 你是想等我戴上这个戒指 就没法反悔了是吗 不是 是我想说 我们先开心一些 这样不开心的事情 就比较容易忘记 把不开心的忘记 然后继续做你的傻白甜是吗 你不告诉我 是不是怕我会阻止你跟威安这种 上不了台面的计划 从头到尾我都像是一个傻子一样蒙在鼓里 你们居然还让我参与其中 天天去盯着薛姿 怕他搞小动作 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开心 让你振作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啊 不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 我是因为觉得 你知道的越少 你就越安全 毕竟你天天都在他们两个身边 所以你是怕我在人前露线 还是怕我会出卖你啊 不是 我 算了 如果你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 如果你连城市熟悉都做不到 那还谈什么婚姻啊 好 试试 你看一下合同 其实 这一次的事 董事长 确实是为了你考虑 嗯 愚公 这件事 涉及到商业机密 知道的人 越少越安全 成功率 才可能会更高 于思 你和董事长的关系 太过亲密 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目光 如果提前知道 难免会露出马脚 一旦暴露 说不定你可能还有个危险 所以不如不说 映诚哥 这件事儿 你跟学生姐提过吗 我也是昨天才告诉她的 之前 也都是瞒着她 那她怎么说 她说她相信我的选择 如果我故意不告诉她 一定有我的理由 学生格局就是大 怎么了 你的意思 是我格局小楼 我没这么说 不错 我确实格局小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担心 不会每天网上做噩梦 梦到你出事 不会上班的时候走神 担心你一个人在家会想不开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瞒着你呢 你可以瞒着我 你也可以不告诉我你的计划 但是你最起码跟我说一声 不需要我担心 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而不是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成为你完美计划里的一个棋子 我想要的就这么多 明诚哥 这份合同我需要再跟薛总确认一下 你能帮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吗 呃 好 做什么 作词